最早在90年代 那裡還是一條河 叫什麼? 漁村的感覺 那種感受是見證著深圳的成長 即是一個縮影 因為羅湖商業城的發展 就好像是感受了深圳的騰飛一樣 到前一段時間去深圳參加活動 就有了現在福田的河濤開發區 未來還會跟香港有一個共同 一起去發展的產業區域 其實這個發展是在我們的有生之年 見證著是很神奇的 從小就跟隨父母往返香港和內地的張營 見證著深港雙城的日新月異 從童年到青年 她求學和工作的軌跡遍布香港 內地和海外 2015年張營決定落地廣州 扎根發展 探索東西方 遊歷海內外 多元文化交會青年人兼容併包 我覺得很得意於我有機會在不同的地方學習和認識各個地方的人 那麼她真的讓我特別是在最後的時候在北大我精修了我的EMBA 我覺得用一個詞就是兼容併包吧 香港經常提的是獅子山精神 那我們內地人可能更熟悉的就是像深圳這樣 它是怎麼成長的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攝影到以前最早的時候 香港是怎麼騰飛起來 就是也是通過兼容併包 通過這種比較改革和創新的這種思想 日常生活裡 張營投身在房地產和新能源行業中 但業餘生活 這位看上去斯文優雅的女子會變身跑步達人 幾年前 張營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攻讀EMBA 並由此參加了讓她刻苦銘心的戈壁挑戰賽 每一天其實都是一個身心的比較大的一個考驗和煎熬 而且還需要睡帳篷啊 以前跑步我們經常都會說孤獨和非常就是隨意的自己的在跑著 那麼唯有在戈賽上面呢 是我們以團隊協作的一個形式來去完成這個賽事的 在這裡面給了我機會認識 跨越很大年齡 而且很不一樣界別的這些校友們 然後也在過程裡面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那也因為經歷了這個賽事呢 會明白到其實就像我們做企業 它有趣的地方不僅僅是我們個人如何突破自己的極限 而是在一個堅韌的環境裡面 我們從身心上怎麼去自我的去堅定 也是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如何塑造一個更堅韌的意志力 不務正業是張營對自己的評價 事實上她是身兼多野 這是近期在廣州舉辦的一場港澳創業青年交流活動 而由於有另一個身份 張營要到現場來履職 多多了解港澳青年人在內地發展的需求和新生 我是十四屆新任的廣州市政協委員 那麼呢到今年為止的話是我的第三年 那麼我每一年呢都有起碼兩份以上的提案 能夠有這個機會就是接觸到社會各階層的人 還有有機會去跟不同地區的人來交流互融互通 那麼怎麼能在這過程裡面收集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能夠參與到推動和構建更美好的社會 這件事情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機會吧 就這個是我最大的收穫 淚地這一個給我特有的一個機會 就是我在這裡能夠給予一個就是團結和融通各界 能夠寫出一些提案和一些 就寫出一些有用的提案和社情民意來推動和參與到這個社會的 對更好的發展 就是如果用四層的停價來講的話 我覺得我自己挺不顧正義的 因為我既工作又喜歡跑步 還喜歡寫書法 還經常的寫很多的這種提案建議和社情民意 但我認為人生的時間是有限的 那麼我們如果在有限的時間裡面 如何的增加我們的廣度和深度 在這裡面創造更多的價值 如果甚至在這個價值裡面能夠對他人是利他的話 那是非常的好的事 為什麼不做呢 是非常好 是非常好 來自從二十國的開次 是非常非常安慶D